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莊佳穎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先生 他年輕的時候其實知道自己已經有必干待緣 然後工作忙碌 應酬 熬夜 過勞 那有一段時間他就覺得 真的好累好累 工作起來都提不起勁 而且吃東西都吃不下 被老婆拖去看醫生就發現說 那肝臟已經在發炎了 已經有慢性肝炎了 那面對肝炎中醫可以治療嗎 讓我們看一下這一集 慢性肝炎主要就是病毒性跟非病毒性這兩種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肝炎病毒所導致的肝炎 那大家比較熟悉的肝炎的類型 就是A肝 B肝 C肝 那A肝通常就是食物傳染的 進口途徑 那這些病毒就會進去到我們腸胃的淋巴系統裡面 然後進到肝臟 它是傳染性的疾病 但是它比較容易好 然後之後也不會反反復變成慢性的狀況 但是比較難纏的就是B肝 C肝 它是經由血液傳染的 那它通常很多就是親子的垂直傳染 那它會有留一些表面的抗原 那B肝 C肝它的DNA也會留在我們肝臟裡面 然後讓我們肝臟系統 就沒有辦法清除這些病毒 那等到你免疫系統真的比較低的時候 它就是肝臟不停在發炎 然後免疫系統又一直攻擊我們自己的肝臟 那肝臟一直在受傷 受傷久了就變成慢性發炎 甚至變成肝疫化 這個就是比較難纏的狀況 那B肝或是吸肝在慢性期的 中醫其實沒有相對的病名 可是中醫古代就發現到有些症狀 怎麼常常疲倦 疲倦久了會黃膽 黃膽久了會附水 那中醫就觀察說 這個又是一開始了 一定是有個邪氣進入身體裡面 那跟吸醫觀察很像啊 就是B肝吸肝 有些邪氣病毒進去裡面 那中醫認為這樣的邪氣是一個毒 什麼毒 濕熱的毒 然後進去肝精裡面 才會導致慢慢後來就會發現到肝炎很默契 所以像這樣子慢性肝炎的病人 我們就是清除濕熱的血氣 就可以控制病毒的活化了 那對於治療病毒性的肝炎呢 除了我剛剛說的清除濕熱的血氣 可以抑制病毒啊 降低病毒量啊 讓病毒不要活化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穩定我們的免疫系統 因為通常呢 讓肝臟硬化 纖維化這些慢性的發炎反應啊 是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 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呢 它發生一些免疫的攻擊 攻擊我們的肝臟 是這樣子的免疫攻擊 讓我們肝臟在硬化 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放一些柔肝養肝 讓我們肝臟的免疫系統穩定 不要隨便亂攻擊 導致發炎 再來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發炎的狀況 我們一定要 抑制纖維化 讓肝臟呢 不要有硬化 變得肝硬化就變得很麻煩了 所以也會用一些 讓肝臟新生啊 抑制纖維化的藥物 去處理這樣子的病毒性肝炎 那要怎麼樣去抑制病毒啊 首先就是不要讓病毒在體內啊 會一直的持續的繁殖 所以我剛剛說的 輕力濕熱 因為我們認為這樣子 避乾細乾啊 通常都是跟濕毒有關係 那當然我們還要考慮說 你身體的體質是 陰虛還是陽虛 那陽虛的呢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像是 陰塵禮中湯啊 或是陰塵四逆湯啊 一方面溫陽 一方面輕力濕熱 那如果是陰虛的話呢 我們用一些像是一罐煎啊 然後把陰塵加重啊 再多加一點 麥門東湯啊 或是枸肌脂這樣的藥物 這樣子一方面呢 維持身體的免疫力 二方面呢 抑制我們身體的病毒 那我們常常用一些 抑制病毒的藥 像什麼陰塵蒿啊 苦臟啊 這都是我們常用的藥物喔 在穩定免疫系統的方面呢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讓我們免疫系統不要隨便亂攻擊 所以這時候呢 不是越補越好 比如說你吃了太多的 複質啊 肝薑啊 然後搭配什麼高麗森啊 吃太多了 免疫系統都活化了 那反而隨便亂攻擊 我們在放這些補氣藥的同時呢 一定會放輕力濕熱的藥物 所以不要自己亂吃 那中醫師在放呢 要怎麼放呢 就是要放一些 養陰的 同時補氣的藥物 那這樣子一起放下去呢 肝臟的免疫系統才會穩定 不要讓我們的肝炎的 這些病毒的DNA 在我們體內啊 讓免疫系統 偵測到之後 就一直去攻擊我們的肝臟 這樣會造成慢性的肝臟發炎 會更嚴重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腎 腎呢 是身體元氣的大本營 它可以訓練我們的免疫系統 讓它比較正常化 不要過度亢奮 也不要過度的虛弱 那我常常用的就是 肉蟲籠啊 八幾天啊 黃金啊 熟地這些藥物 除了補腎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讓肝臟的細胞可以再生 恢復這些肝臟原本應該有的功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抗纖維化 其實在整個肝臟發炎的過程當中啊 你這個避肝吸肝 你肝炎指數已經在升高了 其實纖維化也同時在進展了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它變得 容易偵測的到就是真的肝硬化啦 所以呢通常這個活血化瘀啊 抗纖維化的過程啊 都會貫穿整個治療 避肝吸肝的這個過程當中 中藥會一直在放 所以我們這樣治療這些肝炎的藥物啊 就常常會用單身啊 穿漆啊 赤嫂這些 而且我很喜歡用單身跟穿漆喔 為什麼 因為穿漆啊它有補氣的效果 那單身呢 又可以安定心神 那很多得到肝臟發炎的病人啊 它覺得身體累累的 可是很累 它又睡不著喔 就覺得整天都好像行屍走肉這樣子 那用了穿漆呢 它可以補氣 單身呢 它可以安神幫助睡眠 一方面穩定肝臟的 纖維組織的這些硬化 二方面呢 也可以讓生活品質好一點喔 所以啊 中醫在治療肝炎的優勢 就是說我們可以針對病毒呢 有一些抑制的功能 而且呢 可以保護肝臟的組織 那當然這不是說 單純用中醫治療而已喔 我們還是希望說 中醫西醫一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西醫的現在抗病毒藥 進展得非常的良好耶 那很多抗病毒藥 其實非常的有效 那但是為什麼病人呢 老是就是不想吃 為什麼 因為有些抗病毒藥 吃了之後肚子真的很脏 或是覺得吃了之後 全身不舒服 有一種說不出來 不舒服累累的感覺 那這些狀況呢 其實可以用中醫去緩解 那中醫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 像是疏肝的藥物啊 幫助你調理肝臟的循環啊 讓你這些抗病毒藥 比較不會造成這些 腹脹啊 噁心想吐這些副作用 像我就很常用 柴虎疏肝湯啊 大黃複子細心湯啊 這些疏肝利膽 再加上一些 浴巾啊 陰塵啊這些藥物 來緩解這些抗病毒藥的不舒服 一方面減緩藥物的副作用 二方面呢 我們讓療程趕快結束 讓你的肝臟趕快可以控制住病毒 所以中細合併治療呢 我認為是對於治療 避肝吸肝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那像這樣子有肝病家族死啊 或是有避肝吸肝的人啊 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是要去做篩檢的啊 如果你知道你爸媽有避肝吸肝啊 那你自己如果你沒有去檢查過 拜託你等一下去檢查一下 因為肝臟是無聲的器官 所以等到你發現呢 它其實已經可能已經肝硬化了 甚至已經附水 甚至有肝臟腫瘤了 所以你定期做個篩檢 來確定自己目前沒事 那當然不希望 讓自己變成是這個肝臟病毒 喜歡繁殖的一個體質啊 也就是不要變成濕熱體質 像這些酒啊 重口味的食物啊 甜食啊 烤炸辣等等 當然是要盡量去避免 那偶爾試一下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吃一次就好了 不要天天去吃它 那當然還有一些養肝的 抗氧化的食物啊 像是葡萄啊 番茄啊 海藻類啊 這些我們當然可以多吃它 那有一些養肝的茶飲 像是 我推薦大家 像是如果肝鹽 曾經發作過 現在沒事了 那你現在想要保養呢 那你用一下枸杞啊 和手屋啊 大棗啊 菊花單身這些 兩千兩千兩千 然後呢 兩千細細的水 把它煮成三天四天 把它喝完 一個禮拜喝一次 這樣呢 其實就可以做保養囉 好 我們來回答觀眾的問題 吸肝 肝也沒有疫苗 如果一旦感染就不會好嗎 不一定喔 還是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藥物 可以讓病毒降到零 那雖然是吸肝代源 可是呢 你好好的保養 它就跟正常人一樣 那很多人想說 我難道有吸肝 臂肝代源 活化過 一輩子吃藥嗎 其實不是的 你就是用一些比較積極的 這段過程好好的去治療 那接下來呢 你就好好保養自己 那病毒呢 它是濕熱的血氣 你只要不要讓自己有這樣子 它喜歡的濕熱體質 它就比較不會活化 所以呢 如果你曾經發作過 那接下來呢 你真的要好好積極的保養 用中藥 然後不要吃那些不該吃的東西 讓身體處於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你就跟平常人一樣 漸漸看下去生活 其實是一樣的 好好保養就好了 逼肝打了疫苗之後 就可以一勞永逸嗎 其實不是的 因為有些人他打疫苗 就是怎麼樣沒有辦法產生抗體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因為職場上需要 然後就去檢查說 他去打逼肝疫苗 可是卻一直都沒有辦法 產生逼肝的抗體 那怎麼辦呢 那他又覺得說 我很怕自己就是有逼肝感染的風險 那就好好的保養自己 用中藥來好好的保養 然後因為他說他媽媽有吸肝 所以雖然說他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沒有代源 可是他還是很怕說 我會不會有一天火化 我又變成有逼肝怎麼辦 其實就好好保養自己就好了 這一集講到肝炎 如果你家族有逼肝細肝的代源 那你一定要去篩檢 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 然後定期做檢查 那如果你曾經有逼肝細肝的病毒活化過之後 積極的配合中醫調理體質 以後才不會再度再復發喔 感謝您的收看 大愛學漢音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